我们前面介绍血压是什么 也介绍了血压是如何被量测的 我们接下来讲讲 什么因子会影响血压大小 进而来讨论什么 我们人体是如何调节血压的 心脏收缩时产生的力量 就会产生压力进入到你的动脉 所以心脏收缩会影响血压 合理吧 收缩时血压高叫收缩压 舒张时血压比较低叫舒张压 除了这是心脏收缩力量很重要 第二个周边阻力也会影响 因为血压跟阻力跟血流量有关 所以阻力一定会影响 总血量也会影响 你身上的血管就这么多 体积这么大 我血液变多了自然血压就变高 我血液减少了自然血压 血压就会下降 好 我举个实际例子 什么时候的血液量会增加呢 你吃太多的盐巴 血液中太多的盐 血液变咸了 血液变浓了 渗透压上升 渗透压上升就会吸水 你血液就会从组织一吸水 让血液变多 血液变多 血压就增加了 这就是为什么吃盐吃多的人 血压会高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血液的总量会增加 好 接下来我们动脉管壁也会影响 动脉收缩时血压会变高 动脉疏伤时血压会变低 动脉的管腔大小也会影响 好 最后一个回心的血 你血液有回到心脏变多了 你心脏打出的血就会变多 而CO增加 你的CO就是CADY 就是癌 你的血压就会上升 回心血增加也会让血压增加 那你何时回心血会增加呢 你全身泡在水里 全身的水压破你的下肢 就像是骨骼肌收缩压破肌脉 肌脉会因为收缩 很多肌脉血会往上推到你的心房 回心血增加 那打出的血就会变多 所以刚跳入泳池的人 你血压会先上升 然后身体就启动了调节机制 所以你的心跳会变慢 然后开始把血液中的水 拿走变成尿 所以在游泳池泡一阵子 你会想要尿尿 因为尿液开始形成 都是合理的 透过排尿来减少 血液中的水分 来让血压回降 所以在游泳后会想上厕所想尿尿 是合理的 因为回心血增加了 以上这是影响血压的因子 那我们人体是如何主动的来调控血压呢 首先通过神经与内分泌 透过这些讯息的传递 而这些神经你意识不能控制 你不能说心脏快一点 心脏强一点 你都不能控制 所以这种非随意的 大脑意识不能控制的神经 叫自律神经 自己律动自己 不需要你大脑意识干扰 叫自律神经 自律神经跟基础都会影响 好的我们之前学过恒定 必须要有受气偵測 讯息传递到中枢 跟他 这个讯息的这个资料 跟设定点相比 然后透过神经 输出到动气引发反应 好我们来看所谓的受气在哪里 我们的血压受气在颈动脉跟主动脉 很有道理吧 心脏打到主动脉 主动脉到全身 所以主动脉要侦测血压够不够 主动脉的管壁 有侦测血压的受气 叫主动脉压力受气 另外一个是在你的颈动脉 因为颈动脉要供应到你的脑 所以当血压不够时脑会缺血压 所以这边也很重要 所以需要侦测 颈动脉血压会不会不够 所以人体重要的血压受气 在颈动脉跟主动脉 很合理吧 这是受气哦 好一旦受气侦测到 讯息会尝到盐脑的血管疏缩中枢 血管疏缩中枢 顾名实义 调节血管的收缩与疏章 进而调节血压 盐脑是血压很重要的调节中枢 好当讯息到了盐脑 盐脑会跟色力比对 发现你的血压过低或过高 就透过神经跟内分泌 来控制你的动气 进而引发血压的调节 我这边举了两个自律神经的例子 交感神经作用时 心跳变坏心脏收缩变高 也就是心跳率增加 Heart rate增加 也增加 结果就是心输出量 Cardiac output增加 喜爱就增加了 而副交感神经颠倒是结抗 两者护卫结抗 他让心跳变慢 心跳率下降 心脖量也下降 因为心脏收缩率下降 好这是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作用 这边补充一下 交感神经一般处理的是 战或逃反应 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有机会有学过 战或逃 什么意思啊 啊什么叫战或逃呢 就是不是跟你打架 而是逃亡 代表你遇到了危急状况 要立刻反应 所以战或逃反应 一般叫做Fight or Flight 我写在上面 F or F Fight or Flight 不是飞 不是战打架 或是飞 飞就是逃 战或逃 遇到危急状况 你会发生 蓬蓬放大 手心冒汗 血压增加 血糖增加 肌肉脏肌增加 口肝舌燥 呼吸急促 准备给他打啦 不是打就是逃 逃亡或打架 都是危急时 所以心跳 心跳率增加 心脏部落伤增加 副交感神经不是哦 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叫 休息 于消化 Rest and Digest 消化 我把英文就写在旁边 消化 好 战或逃是F or F Fight or Flight 休息是Rest 消化是Digest R and D 好 所以副交感神经是管加神经让你休息 所以这时候心跳慢一点 血压低一点 休息嘛 干嘛那么紧张 好 这两个神经都是治愈神经互为解抗 一个增加血压 一个降低血压 交感 副交感 好 以上是神经系统产生作用 那内分泌也有例子 我们举两个例子 有一种激素叫血管加压素 它让动脉收缩 而让血管加压 它也叫做抗密尿激素 让尿标形成 水分流在血液 让血量增加 而让血压增加 所以它的作用都是让血压增加 血管收缩 或让血量增加 而肾上腺跟正肾上腺素 也是让血压增加的 你在危急的时候 不论不只只有交感神经作用 你也会分泌肾上腺素 让心跳变快变强 让血压上升 所以人在紧张或生计时 血压会变高 是合理的 好 这边就举了血压调节的案例 它的受气在颈动脉主动脉 它的感觉神经传到眼脑的血管收缩中枢 再透过运动神经支配了 运动神经包含交感副交感 还有内分泌系统 来调供动气 动气就是心脏本身 及动脉血管收缩 但还有别的动气 像你形成尿液 这个之后会再学到 我们今天就不提那么多 以上就是血压调节机制 我们来看图形吧 先看画面右边 心脏在这里 它打出的血液会到主动脉 会到颈动脉 主动脉和颈动脉 就是血压的受气 一旦增测血压过高或过低 讯息会传到眼脑的血管 输缩中枢 也可以叫血管运动中枢 让血管发生运动 运动就是收缩或输张 所以血管运动中枢 或叫血管输缩中枢在眼脑 当它侦测完之后 就透过运动神经去调节 心跳血压等等 好啦 去控制你的心跳边块 血管收缩等等 好 这个图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复杂一点的图 画面的左边 这个图比较细 把一些神经都列出来了 你的主动脉增测血压之后 是透过迷走神经这个神经 送到眼脑的 你的颈动脉受气 其实颈动脉指的是内颈动脉 它的受气增测完之后 是透过舌烟神经的分支 叫豆神经送到脑部去的 中央脑部的眼脑 再透过运动神经去控制 不论是胶感和腐胶感 还是透过内分泌激素 去控制你的血压 好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血压的 侦测 反应中枢 跟调节的动气 就把它的 人体的主控调节的机制 我们就说到这边了 好 以上这是血压的 侦测与调节